人生有高峰也有低谷 但是人生有了它 就必定有祝福 人生万变 但是耶稣的爱就永远不变 无论路途有几遥人生有几多的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恩与同路人 美丽故事快乐故事 方向不论没断眼明 救赎故事太大故事 遇到世人再会怨恨 我一故事 另一只情 他已已见到我这心 那一故事 爱情故事 只在意义上会的情 恨真宠父主已见到 都少宠父太已经到 从事我天见山 角度行人生 但千万为世上我平 M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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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mas M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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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mas 美丽故事快乐故事 世代几年 帮我最遥远 美丽故事快乐故事 方向不论没断眼明 救赎故事 美丽故事 遇到世人再会怨恨 美丽故事 当有情事 坏意见到我这心 那一故事 爱情故事 只在意义上会的情 后生出方 世代几年 都少宠父太已经到 从事我天见山 角度行人生 但千万为世上我平 M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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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mas M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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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mas 美丽故事快乐故事 世代几年 盼望再燕 美丽故事快乐故事 世代几年 盼望再燕 欢迎大家收听《恩语同路人》 我是今日的客席主持Kenneth 还有我 陈安琪 我是Carmen 一年之前 我们就做了一个节目 有关聖诞节 这么快又一年了 今天我们又回来 又讲讲聖诞的题目 但今天我们想从另一个角度 去看看 究竟聖诞节是什么意义呢 不知道两位 你们两个来着聖诞节 你会怎样度过呢 我聖诞节都未来 已经开始我家里的女儿 有到聖诞 有到聖诞 即是不能唱英文 唱到我也不知道怎样算 但通常这个聖诞节 她就问我 你做什么呀 第一样布置聖诞书 家里都未搞定 撮屋 聖诞书 通常12月1号之前 就要把东西都挂出来 是的吗 是的 通常都是这个时间 所以会比较忙一些 我家里还蛮好 因为我家里是 没收拾过我 我聖诞书全年都在家里 所以成年都是聖诞的 成年都是聖诞的 我今年可能要多一点玩的东西 因为今年家里买了几副植木 所以成家总动员 就打算砌植木 就打算开心一下 看看这件事 不会闷的吗 其实我们喜欢的 其实一家人在 我们四个人 很多时候就是 除了玩笑 捉下棋 笑一下 开心一下 当然 我们都会去教会 出去逛逛逛逛 但大部分时间都是 我们四个人在 然后就 聊一下笑一下 如果不下雪 可能出去逛逛 就是这样的 但通常人多地方 我们都不去 所以通常都会比较 静静地度过 除了这些之外 比如你们刚才也说 除了家里之外 你们公司 或者外面有没有其他的节目呢 有很多 公司 最近公司有些 圣诞节的派对 最好还有小朋友 还有我们家里 家里有些很大型的 大家聚在一起 去庆祝 通常都是朋友 家里人 还有就是想着 出去看看有什么人有需要 去做义工 那卡文呢 我们今年就不同了 我 外婆回香港 但我那边 就有个小生命诞生 所以应该都是 只有我自己的家过 就变成是 没什么圣诞节气 有些就像刚才 陈安琪 有些就很多节目 但有些就像卡文 可能没什么节目 不知道外面听众朋友 你是属于哪一种呢 又或者可能 我心里面有些节目 想去参加 但又可能有些原因 可能你参加不了 又可能也有些情况之下 你发觉原来 就是外面个个这么开心 如果我去了 又好像掃他生气的时候 那他又发觉 又不是那么开心的时候 就是你看到 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一些的情况 就是会说到你的心声里面呢 什么呀 那就是大时大节 当然是有人欢喜 也有人仇的 是不是 尤其是 跟着 这个 已经是那个节日的时候 就是 好像有些人 可能节日之前 跟人分手 或者是 可能没人那么坏 圣诞节当时被人说 我和你分手 失恋 这样 那再严重一点的 就是有些人家里 人生病啊 在医院啊 到过圣诞啊 再不是有些 就是 很不幸的 就是 很幸运 就是 家里人离世啊 在之前啊 或者 就是在圣诞节那时啊 那是一个很沉重的事啊 根本就是 因为大事大节 很开心的样子 就是 如果你 尤其是 家里人 离世了的话 就是 你 一家人 刚才Kennie 你这么说 最开心的 是一家人 齐齐图啊 一家人 齐齐整整的样子 那突然间 没有了个人 就是一件 很 很伤心的事啊 那其实 就是 刚才你这么说的时候 都有少少少 触景相情的 因为我今年 我家里 就有多些亲戚不在 我今年 就是最 今年有成四个 我自己很亲的亲人 都是今年离世的 所以 对于我来说 虽然他们全部都在香港 就不在加拿大 但是在这么短时间里面 这四个都是一个很亲的亲戚 突然间离开的时候 就是想起 在圣诞节 我今年都要打烧了四个电话的时候 就是我自己突然间 啊 好像 总是欠了一些东西 有些电话 就可能会谈很久 有些可能 都会打几次 趁圣诞的时候 但今年 啊 原来会打少了 因为他们真的离开 可能 对我已经有这么大的影响了 如果譬如说 可能是我的亲戚的家人 即是家人 可能他对他们的影响 就更加厉害了 所以你想想 其实 除了这些 刚才陈汉琦 你也说过 哇 如果有些人失戀 又会这样 又或者可能 刚才有一些 过年过节 即是大节的时候 还有些人为了户口还要上班 看着个个都开心去买东西 他还要上班的时候 当然啦 如果上班那天特别有商量 那就没所谓啦 但有些人不是的 他可能在25日晚 他还要在便利店上班 又没有什么客户 又要在那儿看着店铺那些 其实那些就会令到人会想 为什么个个人都这么开心 我自己就好像很沮丧的时候 我想其实这个社会 会不会越来越多这些情况呢 会的 就算我以前那样 没有发生不开心的事 我自己一个人 做那些 很久之前 要出去做什么 那些叫什么 中文grave yard shift 凌晨不知几点 那些人去开派对 我就上班 他当然是赚多点钱 那时候 都已经很不开心了 见到别人这样 为什么我要为了赚钱 然后就要 没得跟其他人庆祝啊 还要是去 去 为什么 带别人欢喜 但是自己又没有 不如你多说一点 当时你做grave yard shift的时候 那些的情况 好像看你的时候 说一说 都觉得很激动 很苦一下 怎样苦法呢 苦啊 苦啊 就是 就是 常常做grave yard shift 那时候 见到很多人 有时自己一个人进来 无端端大事大事 自己进来买 你干什么鬼 我以为都会派对的 最惨的就是 有时有个男人 走进来问我 你有没有baking soda 然后我说 你这么臭的 我问你为什么 然后他说 我的狗被skunk 挖倒了 然后他就要 他要baking soda 和他洗澡 还有很多时候 就是见到那些人一个人的 我就说 有时我会问他 你没有开派对吗 这样 就是 这么晚出来的 这样 然后他就说 不是 我没有派对 我今天自己一个人 这样 我又不想问他太多 但是他 就是很多这些人 做grave partnership 那时候 就是我以为做grave partnership 就是 那么好 真的 不会有人进来 可能自己数一下 抹一下 就过一晚 对不对 但不是 我都会有很多人 零零丁丁 自己走进来 我记得你那时候 是特意选择做节日 那时候才去做grave partnership 因为由double pay 然后 graduate 又多一点钱 多一点钱 那不代表我不会伸的 你真的伸很多 你不是每天都跟我伸很多 那好多有人让我伸 就是我受罪那个 那起码我都有人跟你伸 但是 有时很多人 很 就是 大事大节 可能 有些事情 不开心发生了 刚才我们说了 有些人失戀 或者 家人离世 可能有时 他们都不会主动 去同人生 或者 可能身边都不是 那么多朋友 那他们就怎么办呢 真的 那那时候 那幸好就是 有我这个好朋友 听你 在这儿生产无聊 真的 那因为我做主动的 那也是 所以 我们就应该 有时候 然后就关心身边的人 有时候不是时事的吗 那节一那时候多些 嗯哼 就是 对我来说 我觉得就是 有一样东西就是 当人家不开心的时候 你知道你身边有朋友 或者你 家人不开心的时候 唯一 最好做的事 就是 做一个 很好的灵性者 就是 坐在隔壁 问他一句你怎么样 那如果他肯跟你伸 有去说 说 说 我也觉得是 你就不要插嘴 就说 说 那 Kenneth 你通常 你 就是人家跟你谈谈的时候 你是多做一个 聆听者 还是你说话多 做聆听那个 你是插嘴那个 其实呢 就是对我来说 就是违反常理 我通常是说话那个 但是最近有机会的 事奉纲位比较多一点的时候 就有点另类一点的工作 就是学会一个聆听者 譬如今天录音之前 其实刚刚 我就有个地方 我需要去做一些辅导工作 去到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真的有个人 平时他也不太喜欢说话的 但可能突然间他情绪爆发 然后他突然捉住我 一说就说了20分钟 他一直是他说 我就完全没有插嘴 但是那个过程里面 就是 譬如他一路说一路说 当然了 就是他所有的血管 都在面上 冲出来 红了 而那时候我只是到最后 就是在他面前 就是到最后 我就打一打他肩膀 就说我不是完全知道 究竟什么事发生在你身上 但是我跟他说 总之有些什么 你想说的 我永远都在你旁边 然后就说 如果下次你出去喝东西的时候 你那杯东西等我避免 他说 就是可能 你说从来没有人 请过你喝东西 他说 那就容许我 做第一个 去请你喝东西的人 他突然间就说 就是想不到他说 就是在那个地方工作了三年 第一次有一个人 还要是一个 刚好认识的同事 就是我 他说第一次可以有个人 这样跟他谈的时候 他说他突然间觉得舒服很多 所以其实有时 我们未必 给到很多答案 就是像刚才 陈安琦那样说 你说 见到一些人 他遇到一些事情 譬如 一只狗 不要这样 无端被人刺了 然后他要解决问题 可能有时 我们未必有个答案 或者有个方法去处理他的问题 但是他可能需要的就是 有个人 感受到他那种不开心 而只要在他旁边坐下 打一打肩头 他说 我听到你所说的 那这个可能就是 对他一个最大的安慰 是啊 那个主人问我 我臭不臭啊 是啊 你很臭啊 这样就认同 好都知道啊 这样很惨啊 但是很多时候有时就是 呃 有些人跟你相训啊 讲讲的那时候 他可能会问一些问题 为什么会会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 就是 为什么不发生在其他人上呢 就是 我问你 你会怎么解决呢 呃 不住啊 那这种事情 无办法啦 都发生了 你截我身边啦 是不是 通常我会是 哈 我不清楚啊 假认你有什么 你儘管说啊 我覺得回答又死不回答又死 我寧願真的不知道 你也有說不知道的 是呀我有說不知道 因為真的不知道 其實有時候好像西人那樣 他很多時候一句說話 I am with you 其實他們都沒有回答過問題 但是他們聽到你心裏面的感受 可能我們真的解決不了一些事情 譬如有些人離世或者分手的時候 可能連我們旁邊的人 我們都不會知道究竟有什麼原因 但我們很多時候真的坐在旁邊 打一打個肩膊 說有什麼事 你說吧 然後可能他用你的十分鐘十分鐘 一個小時的時間 讓他能夠把情緒一次過抒發的時候 作為一個好的聆聽者 你可能就能夠幫到他 能夠解決那一刻 他的情緒上的感受 突然間很多東西澎湃 然後他真的那天說完之後 突然間鬆了 如果大家聽完這個節目的時候 你會發覺真的心裏面有一些東西 你發覺真的要去找別人去傾訴的時候 我們恩羽的熱線 是很願意去作你的聆聽者 想抒發內心的鬱結 跟我們唱所欲言 請打生命熱線 416-788-3322 給我們 216-3322 給我們 216-14-18 416-18 316-19 416-18 416-15 418 416-18 516-17 516-18 516-18 517 519 623 617 417 明白这爱的呼唤 我今天要传播 八消息继续传播 传山传岭到三个处 八消息继续传播 旧主会把你拯救 传地要听此呼吁 要盛气听这方 从港已展开幽数 我将天严全 虽然我们刚才给了个电话号码 好像为大人而设 但其实我们当中有些小朋友 或者小时候的他们都要被聆听 是的 我最近三岁的女儿 她发生了一些不太开心的事情 平时以大人来说 她的节奏就比较慢 我们都很想快点出门口 不过想她15分钟之内出门口 她就多数45分钟之后才出门口 所以发生了一件事 令她很不开心的时候 我都要慢慢静下来 来去听她说 她有什么不开心 而我这个三岁的女儿 其实说话不是很精灵的 所以用了很大的努力来去听她说 原来她是很想念她的朋友 所以她不开心到哭 那一刻是很心疼的 做了别人的母亲之后 这个是我第一次感受得到 小朋友都需要一个时间 大人要给她一个时间 来去听听她的心声 而且听听她的心声 他们不会在意什么节日 什么时候 但一定要听她们说的 好像有一段时间 她经常跟我说 看完什么卡通片 都跟我说了一大论的东西 有一次她看卡通片的时候 就看到有一部卡通片 就是她主角的父母已经不在意 刚刚就在说他们如何去庆祝一个节日 庆祝一个节日的时候 其实她也说不要去遗忘身边的人 不要去尽量不看这些东西 因为是很不开心的 反而应该是庆祝他们的生命 庆祝继续去跟身边的人说一下 开心的记忆 记忆 令到那个人好像继续在他身边 去过这个节日 其实也不妨是一个方法 去过到这个节日 其实当你尤其是有亲人 离世 不在你身边 或者你朋友的离世 或者你认识其他人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其实鼓励他们 如果他们想说 鼓励他们说一下 以前我和我离世的朋友 或者家人 圣诞节要做些什么的 有什么很开心的事 有什么会觉得很有趣 或者就算不开心 他想说什么都可以 其实是一种给他们一个叫做 英文是grieving 的process 中文是什么 就是一个悲伤的度过 悲伤的一个过程 是一个很衰语的 就算说到哭也好 是一个对他来说 是一件很健康的事情 好过他自己冤枉冤枉的 就像Carmen 这样说 说完出来都发觉 原来虽然他的朋友 或者他的亲人走了之后 就是他和他开心的日子 对他的思念是不会走的 是会纵运在这 是啊 因为你反而不去提他 反而尽量想去忘记 是会令到那个人 每次想起这一件事更加伤心 所以就这样和朋友聊一下 说回以前快乐的事情 以前快乐的时间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回忆 都是 是啊 就好像这样 我个阿姨 很多年了 走了 但是每次在一些 除了圣诞节 或者不同的节日 那时候 我们都会说回去 那时候的节日 可能我圣诞节 我记得阿姨 送了那些冰箱给我 很小的时候很开心 就是 就是一个 是 是一个开心的字 不需要去避忌 说不开心的东西 或者说了 说出来 会令到其他人不开心 就是我觉得 是这个 去 rememberance 就是去 思念 去记念 这个 那么好的朋友 那么好的家人 和我们度过了 那么多的日子 这样 其实也可以 给我们当中的人 其实有时 可能他会觉得 一生人 尤其是有些人 成长越大的时候 有些人的心里面 有一种挫败感 因为他觉得 为什么我没有朋友 没有家人的心里面 但是透过刚才的过程 和他们一起 去想起 以前我们的生活 或者有什么朋友 其实给他看 他过去的日子 不是像现在 有这么多 不开心的东西 反而原来他一生人里面 都不断有人疼他 反而给他一个 更加大的推动力 就是知道 原来我还有人疼他 我还有人爱他 所以虽然可能 这一刻 可能他经历一些 不开心的事情 但是那个 只是这一刻的事 但是过去的日子 和将来的日子 其实都是可以很灿烂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就发觉 我可以更加积极地 去面对人生 尤其是你做一个朋友 或者家人去安慰你 身边不开心的人 我们讲过 首先就是说 要一个好的聆听者 之后就是说 跟他们一起去 缅怀以前 开心的日子 其实圣经都有讲过 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 就讲 与喜乐的人同乐 与哀曲的人同曲 我讲得对吗 对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因为其实人生 中文都一句说话 不如意的事 十常八九 但是我们 每个人都会有机会 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发觉 身边总有一个 好像陈汉琦那样 你以前做Grey Archive的时候 就是因为有Carmen 在你旁边 所以他能够 度过了那段 不开心的日子 同样 当中我们有很多人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就是如果身边的人 真的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首先由我们做起 我们怎样可以去关心隔离的人 或者就是如果那个人 真的好不开心的时候 你给他一只耳朵 你能够坐下 听他能够素呼的时候 其实可以真真正正的 帮到他的情绪 得到很多抒发 还有一个就是 刚刚我们说 对我们身边的朋友 和家人的关心 但是有时呢 就是 你留意一下 你通常呢 圣诞节呢 你不是去买东西 买东西 做东西 那些东西 那我最近都发觉 这件事情 就是呢 我走呢 就是 身边有很多老人家 自己一个个 单丁 那样的 那样呢 有时我 就是会开始说 跟他们 就是跟他们 聊两句啊 就是啊 你好啊 那些老人家 通常都很容易跟你说一下 那样的 那就是 有时你不知道 那老人家是自己一个人 那有家人 那就是可能他们 都很 很寂寞啊 很孤独的 没有人跟我说话 那样的 我不知道呢 有些人在面書 有没有看到一个故事 就是说 一个小女儿 和一个老人家 是吧 四岁的小女儿 和一个八十二岁的老人家 那 那小女儿呢 他就 四岁生日那天 在超级市场那里 和他妈妈在那里买的东西 那就见到一个八十二岁的老人家 在那里走过 那就突然间就跟他说 爸爸 你可不可以和我拍一张照片 因为我生日 那老爸爸就很开心地 就跟他说 好啊 没问题啊 那因为这一次的遇见 和因为这个经历 那他们就变成 一对最好的朋友 亦都在Halloween 和在聖诞节 都是同一时间那样度过 你知不知道 那老爸爸那么开心 那小孩子跟他说的 你记不记得 我记得 是因为他 那老婆 他太太 就过了生 十个月 那 刚好在这一段时间里 他又很不开心 但是因为 他遇见这个小朋友 那时候 他就 令到他记得起 和他老婆一传 就是 那个被人关怀的一个时间 十个月都没有人和人聊天 一句话都没有人说 只有一个人 那我看完这个面子的故事之后 就 小村的市场 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很多老婆在我身边出现了 你之后到处聊人聊天 我没有 好 好 好自然地 好像这样 我就去车场买东西 跟我的先生 跟我的小朋友去买东西 我突然间 我看到一个老人家 在选择 我看到他 苦口苦面 我跟他聊天 我跟他聊天 很大声招呼 他就突然间跟我说招 他说 想买生的招 我说 那招 我聊了一段时间 之后 没见到同一个小厨市场 我们经常就有个老人家 他退休了 不想说 在家里没有工作 去 在小厨市场做事 刚刚他在休息 他又认得我 我认得他 我跟他聊天 真的很开心 跟他聊天 他觉得有人跟我聊天 之后 我聊完之后 很开心 有的人聊天 我老公就问我一句 为什么你经常跟老男人聊天 然后我就看着他 难道你要我跟老男人聊天 我问他 然后他说 老人家可以的 可以的 无铃两可 二算一 其实我也发生过 有一次在我身上 我记得是去年聖诞节 去年聖诞节的时候 我去了一间店里买东西 但是那个事情就黑了 因为我之前的几个人 买东西就一直骂他 骂到他 你知道他们虽然是做售货员 但他自己虽然卖东西 但被人无端端骂了一大阵 面都黑了 所以我之前的几个人 骂完他之后 打到那几个客户买东西 他都是给了钱就走了 然后 因为我看到这个情况 然后我去给钱的时候 我跟他说 不要为了这件事不开心 他说我知道你没有做错 然后我就说一句 Merry Christmas 这样说一句 然后我买完之后 我就走了 继续去看其他东西 打算再回去 但是突然他的笑容回来的时候 然后再看回 我后面还有一条队 还有几个人去买东西 然后他对着 每一个后面的 每一个人 每一个顾客 他就跟他们说 Merry Christmas 带上一个笑容 就是你想想 原来我们一个人 有一个开心的样子 能够鼓励到一个人的时候 原来你就能够 用到他整个人改变之后 他又继续影响其他人 所以刚才你说 一个小朋友 四岁的影响到一个八十岁 然后他能够把这个故事摆出来 给你们在面书听到这个故事 你们又会告诉我们 身边的一个人听 所以其实今天 当你们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去听到 这么开心着弱的故事 我们都很想和你们分享 这些这么开心的故事 希望你能够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 你又把它告诉其他人听 让这个世界上的人 真的能够感觉到 普天同情 这个故事 这些故事 夜里天时轻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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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串小明灯 高素西上 圣诚 圣诚 圣诞 光串 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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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暗星间快乐 Merry Christmas 无论多远近 又可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几年之前 我就一次在温哥华的东区 大家都知道温哥华东区 是比较龙蛇混习一些的 那一年我去到那个地方做乙工 有些暴街音的工作 我看到有一个人 我参加了一队队工 但就有一个人 他穿的衣服全部都很整齐 但你看他的样子 你就知道他曾经吸过毒 因为牙齐不齐 他的面上都比较黄金一点 但他唱歌唱得很耐力 然后就很肯帮人 后来他有机会跟我讲过故事的时候 他说几年之前 他就像是其中一个我们去帮的人 他说那天他真的很沮丧 他说那天吸完毒之后 觉得整个人都觉得 为什么人人都这么开心 但是我吸完毒 吃完都不开心 但是那一年他就看到 有个人走了去 给了一对襪给他 真的一个人做乙工 给了一对襪给他 他突然间很感动 他说他一世人都没有收过什么礼物 但是那一对襪值得多少钱 但那一对襪对他的意义这么重大的时候 突然间整个人死心塌地改变 然后他说从那一年开始 他就正正式开始去戒毒 戒完毒之后 他每一年就回到同一个地方 去帮其他以前和他一起吸毒的人 战转之下做了几年 接着他就告诉我 我听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看到原来一个人影响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其他人就会被他祝福到 然后他又会回去 虽然他的样貌 仍然有点跟以前的一样 因为过去的历史他改变不到 但是看到他的笑容 看到他怎么去帮人的时候 原来只要我们 由我们开始做起 做了一次 其他人感受到的时候 他反过来 他去帮其他人的时候 原来你就会更加祝福很多的人 咦? 那是关心 其实我们都应该关心Kenneth Kenneth Kenneth 你不用送对物给你? 我可以的 其实初初有家人离婿 一个离婿 其实已经是很难的 很难接受 而且在一年之内 有四个 还不是不亲的亲戚 是四个都很亲 还有一个是由小 照我照大 一收到他们离婿的消息的时候 其实对我家里也有个震撼 我记得那一晚 自己收到电话 我妻子不在的时候 突然几天我都不知道如何 所以我都明白 有时候在一个至亲离开的时候 不是一时生黑 我告诉你 没有事 没有事 其实不是这么快 可以处理到情绪上的波动 都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是的 你说刚刚长的时间 通常就是看一些研究的报告来说 通常人的感情的时间 是六至十八个月 就是由六至十八个月 是当亲人离婿之后的六至十八个月 很多时候 我不知道Kenneth你 如果当你家人离婿的时候 是不是很多人 那一两个月 都会有很多人打电话给你 关心你 其实今年 我刚刚最近离开的 都是三个月以内 所以 还在这个过程 所以可能下年 如果我们还有机会 做回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还在这里 griefing 但是 最初 譬如我舅父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他们都担心我 究竟我顶不顶得信 还有其他 有些知道我和我妻子很亲 当然除了我妻子之外 我还有一些阿姨 或者二长 或者我叔叔 他们不在的时候 在这么短时间不在的时候 家人真的会多打几个电话 过来问我 是否你顶得信 是否OK 当然我太太 间不中她都会问我 是否搞得行 有时自己都会傻傻的 打电话 都会还会按起我妻子 或者我其他亲戚的电话 有时说是他们不在 或者我突然想 今年不用写一张卡给他们 连我自己都未察觉到 有时真的要做完那些东西 才发觉原来他们不在 所以那一刻我才发觉 情绪原来还在 所以还有一段时间才能看到 所以我会更加明白 就是如果一个人说 原来有人不在的时候 原来真的要很长很长时间 而可能真的不是说 一个月两个月 我就可以这么快去搞定 那个情绪 而需要可能身边 不断地告诉他们 要一段时间继续去关心她 Kent 你幸好有这么好的老婆 每天在家里关心你 是不是 但是有时很多人 自己一个人单丁 你都说 要很长的时间 去这个伤口的愚合 或者这个思念的愚合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说 如果身边的朋友 通常有事发生的话 可能头一两个月 就会有很多人打给你 但是之后就没有了声气 因为那些人可能怕 我都不知道跟你说什么 还有什么好说 我不知道怎么去帮你 或者会不会再说起 就令到你伤心事呢 但是其实呢 就是可能 过了那头两个月 很多人打 但是之后呢 第三 三个月 三个月啊 四五个月啊 至到十八个月呢 没有人打给我 就是 都没得跟人聊 就是突然间 咦 一窩蜂没了 好像人都不记得了 是吧 就是 所以呢 如果在一个节日的时候 你有家人的朋友 或者 或者 朋友 都是这样的话 不妨 真的不要害怕 就可以 打给他 这样 问他出来 等等 我记得 卡路也有做过 对我 哈哈哈 你生完仔了一次 是吧 是啊 我记得我生完之后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就是 很混乱 还有 我 要常常都 没有睡觉 而且你的样子 是看不到人的 是啊 那我就说 你不要来啦 我生日你都不要来啦 然后他就在 在门口外面 放了一个蛋糕 叮噹 然后我开了 然后他放了蛋糕 然后就走了 至少我也知道 有人在乎我 那些 就是 好像你朋友 你打给他 你出来 我们玩 他说不要了 不要了 不出了 你会怎样 加把劲 怎样加把劲 你说是可以加把劲 收割一下 其实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 就算有个人 可能他们真的 可能不想见人的 但是其实可能一个 短的短信 一个小小的电话问候 一个email personal 就是不要说 好像原来送给几十人 那些 不是那种 他给一个这样的讯息 给一个这样的资讯 给那个人的时候 其实那个人 他怎样都或多或少 他收到的时候 其实都知道 我还会记得原来 有个人还记得我 这件事 其实这个 就是圣诞的佳节的时候 的确有不少人 他真的 常常都觉得自己 可能是很孤零零 可能会觉得自己 没有了些亲戚朋友 没有了些家人 或者有人离世的时候 总会有些人是不开心的 但是我想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做到的 就是真的打个电话给他 给个电邮也好 给个短信也好 给他知道 原来还有人记得他的 是啊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你上网 就这样搜索一下 一些东西 都可以将你自己的照片 剪了出来 然后放在那些什么 那里 Animation Animation 那些变成了圣诞老人 或者那些圣诞卡 E-card 那些都很有趣 很多方法去 怎样去关心别人 有些什么 如果有时候 我们真的没有做到这些事情 可能有些人就 好像觉得 原来我在这个世界上全不存在 都不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想给 每一个听众朋友听到的时候 真的 每一个人在地上的时候 其实你都很重要的 虽然可能你发觉 你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 但是 如果我们当中又有听众 你就知道 原来有些人 真的会遇到你不开心的事的时候 不妨 你真的做一个主动 去关心那些人 让他们看到 原来我们很重视 跟他们之间的友谊 我们很想继续去关心他 虽然可能他未必在 在伤痛的时候 立刻可以走出来 但是我想 不断的关心 让他知道 原来一直一直以来 我们可以继续去关心他 他总会感觉到 这个世界上 原来还有人记得我的 不要怕说 我会烦到他 或者我都不知道 他会不会想 我和他说话 之类的 厚面皮一点 就是 传个电邮 打个电话 邀请一下他 这样 这样就可以 at least 给他知道 我在这儿的 虽然你觉得我有点烦 但是我在这儿的 我很在意你的 我记得你 有一次有一个朋友 那时候 我就邀请他去聚会 但是他从来都很烦 他一直都不去 直至有一年 他又去 然后有一次 他在一个见证会里面 说 你知不知道 就是有个朋友 叫足了我十二个月 每个星期叫我 发觉有一次 就发觉推都推不了 然后就去 他说就是那一次 被他叫了 当然他在说我 但是他就说 他说你很烦 他说你很烦 他说一开始的时候 真的觉得我很烦 但是他在那次 那个见证会里面 他就是说一句话 虽然他觉得我很烦 但是他说 原来真的原来 还有人记得他 还会这样 不断地叫他 而他又觉得 原来有人会关心我的 当然 我不是想去自夸 那些什么 但是其实每个人 都可以这样做 可以去关心一个人 甚至就是 因为这个圣诞佳节 我也认识一些朋友 可能是留学生的 他可能就是 在圣诞节 每个人都出去吃圣诞大餐 没有人煮那一餐的饭 有一次 那些留学生 在内陆地区 他说在温哥华 买叉烧 进到内陆地区 煮一餐叉烧饭 给留学生吃 哇 那一餐叉烧饭很厉害 有三十多人 吃两磅叉烧 其实每个人只有那两个 但是他说那晚 那些留学生 开心得流眼泪 他说来到加拿大第一次 吃到有住家饭 其实不是住家饭 是住家米而已 那些叉烧会有人两够 但是那一晚他说很开心 他说第一次 就是发觉 原来有人这样 开一家家给别人去的时候 这样去关心一个人的时候 我想有些人会很记得 说法为球会暂时待我生 遥遥远地陪着你 共用上一条暖颈巾 就只我靠着你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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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校的爱上 聖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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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肥 习惯 聖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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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我是说卡通片那里应该这样教别人记起开心的事情 但是以真人来说我会给予空间给别人 你去怀面一下或者是他不开心 我未必有这样的勇气来跟他们说你努力加油 或者是你不要这么不开心继续去关心他们 那你的动力在哪里呢 我的动力就是我都知道我自己能力有限 我的智慧有限 我的爱也有限 你都知道我的耐性也有限 很多时候我都会是 最重要我们就是一直这样 我会祈祷自己 我会祈祷就是跟神说 神啊请你给我有这个爱心 继续也有这个智慧啊 去怎样可以去关心我身边的人啊 去鼓励身边的人啊 去说对的东西啊 知道有些什么时候做对的东西啊 不要做些不好的 不是不好的啊 做些东西令到他们更加伤心 就是愿帮愿望啊这样啊 就是这样很紧要的啊我觉得 就是靠自己呢 我觉得真的是 其实真的有限的其实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 我祈祷就是说 神啊你给一样东西我去做了了 但是那些东西跟着来 怎样去结果啊 或者怎样去发生呢 都是会靠着神的带领啊 就是他想我怎样去走啊 那些东西那样啊 其实我想可能有些听众朋友 就以为我们三个主持的节目 都好像很凌厉 我们不怕 当然这里除了陈安琪做过电台之外 我们个个都是业余的 但是我想着一件事就是 其实我们三个都有一个同一个特征 其实我们三个呢 如果做一些心理分析呢 我们三个都是内向型的 我们其实不是很喜欢讲话的 但是很有趣就是 一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经常有一种盼望在那里 而且好知道 可能自己有新经历过一些事情 我们发觉可能有失怨过啊 可能又会有家人离过世啊 这些我们因为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时候 更加看到原来那时候 我们那个信仰那种宝贵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哎呀真是 面皮厚一点都不要紧了 我们都一于想 那当然有时都很怕开口盯着你 因为怕有时讲了一句话 可能影响到人啊 又或者可能一句话 会令到个人更加差 那当时好像刚才陈安琪那样说 他会一路祈祷啊 求神怎样去帮助他能够讲到一些合意的说话 也有时可能我们的求神 是比我真的勇敢一点 可能这次错失这个机会 就没有机会再见到这个人了 所以有时求神会帮我们这件事了 甚至有时我觉得自己都会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说尤其是我呢 我有时做事了 这几年在教会工作的时候比较多的时候 讲话比较多的 但是就要学习 怎样去有个灵性的耳朵呢 就是有时都是比较难的 所以我就有时求神你帮助我 就是给我能够看到 就是能够听到人家所讲的说话 能够感受到他的东西 然后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帮助人呢 那很多时候真的透过祈祷才可以做到这件事了 是啊 还有啦 不是只是祈祷说 啊 神怎么帮我去安慰人家啦 但是我觉得也都很紧要地 就是神怎么去安慰他们 因为很多时候 就是不是只是我们所做的事 是神怎么在我们身边的朋友啊 还有的家人啊 那个身上所做的事啦 那其中一个啦 是好像哥林多后书啦 就是第一章 第一章第三至四节啦 就是 愿重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是发慈悲的神 赐各样安慰的神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祂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 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 遭各样患难的人 这篇圆圣经很多时候 他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 原来我们安慰人的 就是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 可能是受过安慰 也有神的安慰当中的时候 其实神很多时候是藉着我们 去做了一个使者 将这个安慰给到我们身边的人 可能今天你也听到我们这个节目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到 有些很悲伤的情况 或者一些不开心的事 但其实我们今天想 最终要带出的目的 其实不是悲伤的 我想给大家看 原来人是有盼望的 可能你今天 如果我不告诉大家 可能都听不到 原来我原来有几个家人离世 可能你听不到 原来曾经陈安慰 曾经做过 Grey Art Shift 如果你不听过 你不知道 原来Carmen 曾经她的女儿 是有一些不开心的事 在我们当中 但好像我们在这个节目 都能够给到一种 很开心的气氛 给你听到 其实因为我们都经历过 一些不开心的事 但更加重要的是 我们原来有那个安慰 来到我们那里 我们那个安慰 更加能够去 带到上帝那里 然后由上帝那里的安慰 带给我们身边的人 让我们看到 原来最后 原来我们最想带到的 这个希望 这个安慰 都是由神而来的 是的 好像Kenneth说的 刚刚让我记得起 一个英文的说明 就是 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 要做芝麻 要做芝麻 直译的话 就是如果人生给了柠檬 你 你就应该煮水 那 为什么呢 为什么用柠檬去说呢 其实 因为就这样吃着 那些柠檬 是很酸 很稠的 就好像人生那些 很难过 很伤心的事情 令到你的心 拿着拿着 但是神给了我感动 就是一年前我那时候 写过这一样东西 就是 是的 人生里面 会给一些很酸 很苦 很稠的东西 但是 在神的当中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 认识了神 神是有 是给了一个活水 他的话语给我 令到我是可以 将这些 这么苦的东西 变成了一个 柠檬水 你可以吞下去 没有人说过 他给了一些糖 你来弄水 或者去蜜糖 领蜜 但是你最少 可以吞下去 经过时间 和经过神的爱 是令到这些 不开心的事情 会过得去 和真是 吞下去 前爱主 信神 无变 在每天 清神 主爱 主爱 尽 自爱 主 信神 无变 没有分 音情 主爱 泪灭 都打住 真是 在这些 策畏 封 淪 封 都打住 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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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悲悲心挂念 神爱卷必不停断 神爱卷宗不改练 还有就是知道我们刚才说 是圣诞时候 这个佳节 有人欢喜有人愁 但是你要给你身边的朋友 或者你自己在经历这个不开心的时候 或者你身边的朋友 或者你家人经历这些不开心的事 但是要记得就是圣诞节 不是一个我们买东西 不是我们就这样做圣诞树 送礼物的东西 不是就这样一个节日 其实它是一个给我们希望的日子 耶稣基督的诞生 根本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盼望 盼望就是我们借着它 我们得到这个救恩 我们是有一个永生的生命 可能在这个节日 看到没有盼望 其实不是的 有盼望在这里 因为这个节日就是带一个盼望给我们 是的 这个盼望很多时候 可能有些人说 我现在不如看到这个盼望 但是我想给大家看到一件事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 每一个人人生里面 我们都经历过一些不开心的事 我们能够走过 是因为有一班同路人 和我们一起走过去 经过了这些难处 然后我们又透过这个神 祂自己的爱 祂的大能的时候 我发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 原来这个盼望是真实的 不是什么虚幻 不是一些猜不到又计不到的东西 而是真的能够冲冲实实的 让你看到 我们能够每一个人 虽然仍然有伤痛 但是我这个盼望 是给我们看到 哇!可以升过的 可以走过的 甚至我们做一个盼望 可以大多个地步 就是我们作为过来人 我们都可以去告诉别人 我都曾经走过这段路 但是我想告诉你 是可以走过的 你不用担心的 你发觉 你真的就算没有朋友也好 其实真的有很多人 是很想聆听你听到的 你的苦放 他很想给你一种鼓励 我希望今天这个节目 可以让我们看到 哇!我们原来 每一个人 我们都可以 和你一起走过这段路 所以这个节目 都叫做《恩与同路人》 就是我们不是每一个人 都是 每个人都曾经 哇!你多聪明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 难念 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经历 都可能是很难以启齿的 但是我们很想告诉你 就是因为有这个信仰 给我们有这个盼望的时候 我们今天都很想 将这个盼望 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好了!到了节目的尾声 不知道你们两位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趁这个圣诞节 要向我们当中的听众朋友 有什么话想说的呢? 我想说就是 你知道吧 聖诞节 又有那个 Boxing Day 又有Christmas Sale 又有After Boxing Day 就是大家要留意 Cyber Monday Cyber Monday 是啊!Cyber Monday 什么都有 但是大家 都要留意一下自己的 洗肺 就是出去多吃东西 聖诞大餐 然后去买礼物 就是 是啊! 到你一月那时候 你把责任卡来的时候 就真的没有朋友 是啊! 你不要洗那么多 你不要喝那么多 是啊! 总之出去 就是慶祝有些东西 来不来都会喝一两杯 但是一两杯到肚就好了 不要 就是 醉酒架洗 这些是很重要的 就是慶祝还是慶祝 开心还是开心 就是不要太过火 是的! 我不希望就是到时 就是原本 这个 这么开心的日子 但是之前我们那些 就是没有人法控制的 但是呢 就是这些 卑鄙没有人法控制 但是现在这些呢 就是有卡数 啊 有醉酒架洗 这些呢 就是真的会令到你这个苦难 真的会临到你那里 就真是 这次真是没人帮到你 也希望呢 就是这次这个节目 能够给你们 有个人生的盼望 在多日当中 正如圣经里面所说的 就是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 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希望这个圣诞节 能够给大家 真真正的平安 和真正的盼望 多谢 拜拜 拜拜 善看人生 梁永善牧师 有一首歌我很喜欢听的 是《大丈夫》 《大丈夫》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首歌是怎么唱的呢 男儿一生要经过 这首歌是哪一套电影的主题曲 大家知不知道呢 我是喜欢看电影的 这个电影叫《调灰》 《大丈夫》一生要经过 有多少磨练呢 但是他仍然是不会放弃 是很好的一首歌 我经常在想 很多男士都喜欢做《大丈夫》 我自己从小到大已经很想做《大丈夫》 但是中国传统是什么呢 《大丈夫》 流血 不流泪 所以很多传统的男士是木纳的 第一就是他们不懂得如何表达他们的感情 可能是外冷内耳 这个就是原来是我们中国传统《大丈夫》的心态 我看到很多人真的不懂如何表达 所以很可悲 但原来我看《圣经》里的《大丈夫》 原来不是这样的 真正的《大丈夫》是可以流血但可以流泪的 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熟悉保罗对吗 很伟大的仕途 他很硬朗 他传道的时候被人家来但是逼迫坐牢觉得没问题 在路斯德这个地方里面传道被人家来找石头扔 以为他死了扔他到城外面 他醒来再进去里面 但是他再说 没有一个人会否定他那种的硬朗 坚毅不屈 但你有没有留意到保罗 他是一个很游情的人 当他和以忽所的教会话别的时候 他哀哭 他抱着这些的掌路来但是他哭 他会说我不舍得你 他可以流血 但是他同样可以流泪 他在书信里面 他很游情地的 无论在腓立比书里面说 我怎样来有记挂着你 他有一个熟灵的儿子提摩泰 他竟然来对自己这个儿子来说 我的心是挂着你 他写信勉励他的时候 说一说一声就跟他说 喂 你身体不好 你来带你去喝点酒 对你身体会好一些 你要留意 如果是作文老师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篇文是不对的 这句是很无端端插进去的 抽出来是完全没问题的 但这就是爱的表达 还有耶稣基督 有谁会否定耶稣是一个 惧怕死亡的人 但原来耶稣真的是害怕的 在赫西玛利园里面 耶稣跟那些门徒说我很害怕 他知道要面对十字架的苦楚 虽然他明知他会复活 但他都惧怕这个肉体的苦楚 所以他靠门徒 你看看他怎么样 帮他为一切祈祷 保罗耶稣 在他绝对不会怀疑 他不是大丈夫 对不对 但他有真情的流露 所以我好心体会到真正的大丈夫 是流血 但是可以流泪 我自己自我评价 我都挺硬正 我会挨得苦 我会很努力去做事 但我都会写信给一些的弟兄姊妹 有时候我会出目信 我会说这陆可能很多事情做 我有软弱 你为我的灵命祈祷 我这陆灵修不是那么好 不是吧 掌目师 你跟我说你灵修不是那么好 会不会有没有信心 我会把我真实的一面 你让他们知道 我需要的就是他们为我的祷告 去纪念支持我 我都是一个人 牧师是一个绩份 我有我软弱的一面 我可以视人异弱 然后求他们来纪念守望我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真正的大丈夫 可以将自己的感受流露出来 到现在我都不会忘记很多很多年之前 我教会一个的会友 从过来下来很硬正 有一次我知道好像是有病 他说没事啊 就失了钟一段时间 后来再出现 没事就继续回教会了 再过了一年左右 有一天我记得礼拜下 我收到电话 他女儿跟我说 很害怕啊 牧师爸爸呢 就是看不到东西就走近了 这样不知道什么事 我说咦 我知道这个绝不理想 我叫他立刻送去医院 后来发现了原来 他原来以前是有肺癌 就是上国内来到 就是切了一部分 但是可能不是很完全的康复 原来癌症患上了脑 压着他 我一次上医院探望他 因为他看不到东西 他痛到乱在床上 握着拳头咬着牙筋 流了汗 我针去拍他的时候 我说潘先生 你怎么样啊 哇很快 他立刻整个人松开 好像没事 没事没事 他都说自己没事 然后我知道他情况不理想 我邀请了我们那区的银行 派一个职员上去 然后因为他看不到东西 又要找医生来证明他是头脑清醒的 然后在这些文件上面打个交叉 将他银行里面存接的钱 转给他的太太 因为他们是一个基层家庭 如果死了时 就链住了那些银行的钱 他就没得运用 去到这个位置 他仍然没有什么的表示 后来他离开了世界 我记得他太太很大的哀怨 他说我很想 我的丈夫 跟我说 我不行了 你 跟我看着你子女 靠你了 他仍然好像很硬正 但是这样离开了 如果他说这句话 是令我舒服很多 所以真正的硬朗是就是 遇苦难而不退缩 遇困难不去逃避 然后努力地去克成 但是不等于 他独自去承担 他可以 在适当时间里面 来带他去呼求 一些他信任 而又有能力的人 帮助他 圣经很清楚说 你看加拉太书 各人的重担 要自己来背负先 但是跟着又说 各人的重担 要互相背负 好像很矛盾 是不是 意思就是 你自己能力承担 你尽量去承担 但是不行的时候 你向人来求助 哥林多后书 最后的一章圣经里面 最后的那几句 保罗是这样说的 我开始也不太明白的 他说到 你们要做完全人 要受安慰 完全人就是成熟的人 成熟的人是安慰别人而已 但保罗说 你要受安慰 接受别人给你的安慰 有时我们就是 所谓的面子 于是我们不肯摆下 所以为什么 这么多人不肯信耶稣呢 因为要摆下自己的面子 那时候自己很行 撑下去 但结果其实撑不到 对比罪 会将我们打低 但是如果我们 尽力而为 力有不低的时候 我们然后去求人 求神的帮助 这个是绝对的 会被接纳的 所以期望我们能够做 大丈夫 我们能够坚毅不屈 我们能够流血 又可以流泪 我们可以真情流露 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爱 最后 送一句我很喜欢的说话给大家 就是 就是不求神 挪去前面的高山 只求神 刺下攀山的勇气 就让我们在主里面 来到肝强 我们似势 灵弱 搞清楚什么势 扯着我们来到这个势 原来是很不行的 我们应该要 恃强 灵弱 那个恃是什么 我们是倚靠神的强劲 宁愿自己 是软弱 于是 我们的电话是 416-788-3322 你相活在下雨天 一切在他手中 恩与同流 是 戏曲要唱 做念打 但人生有它 最完美无瑕 人生万变 但耶稣的爱 就永远不变